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 很多工作行业都存在着危险 因此也就存在很多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的人 这波就有个新闻出现一销售车的男子 在掩饰车门的防甲功能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生命悲剧 该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男子为了给观众展示一下 一辆劳斯莱斯商务车电动门的防甲功能 就亲自把自己的头伸进了门中 留了大半个身子在门外 这使得劳斯莱斯商务车的车门就缓缓关上 紧接着一个悲剧就发生了 因为销售员刚好把脖子伸进车门框 在车门关上之后 他使劲都拔不出自己的脖子 导致被解救之后脖子已经被压伤 针对此事件 我想说的是 虽然让客户了解车的性能是每个销售员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销售员在销售的时候还是要带脑子的 比如在展示车的防甲功能的时候 销售员完全没有必要用自己来实验 随便找一个布娃娃或者一根棍子 就完全可以让客户了解到车的防甲性能啊 所以说虽然现在社会有很多工作都存在危险 但是人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带脑子的 比如以上销售男可能就没有带上脑子 不过也是警示了人们在用车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把头放进车门之间 尤其是有小孩子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还有销售人员在展示车的性能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要随时动脑不要犯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